对 放这样吗 放这个漂亮 来哈 这样清洗 下面清洗非常好 对 清洗最上来 刀都全部都可以拿 对 这样就可以拿了 水冲就可以 水冲就行了 然后这个桶还可以放那个 放那个炭肉的 切肉的 然后把它放上去就可以做肉了 嗯 做肉 来 把 用的时候把这个固定住 然后把这上面的这个东西给它固定住 整个气息就这样 好 来把气息开签了 这就转了 等我一下 好 来这就打好了 看一下这个效果 直接扔进行了吗 哎 萝卜 萝卜直接扔进去 可以 再切小一点点 过一下刀 好 过一下刀 开机 哎呀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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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那么多的 皮子马上马上打到 打到一块去了 就是抱脚就可以 是吧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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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个咱们现在开热 这个肉呢 剁的时候最好是什么呢 把这个肉 带着水 带着水做 对 因为咱们你知道咱们剁肉的时候需要加点水倒着打个鸡蛋什么的 就防止粘刀 斩动 对 开始 快出那刀 对 好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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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这种 像这个时候可以往里面倒水 加一点点水 可以加水酱油 加水酱油 左右都可以倒进去 对 水酱油做料 对 对 完之后你看那个 咱们那个菜不是剁好了吗 也可以倒进去 可以直接拌一下 那直接拌一下 拌吧 拌完了 好 等一下 我把所有东西放进去 直接搅成一个饺子馅 对 葱啊 姜呀 生辣椒呀 对 这个萝卜 白菜 肉 全部在一块 然后调料 盐油 酱油 醋 调料 开始 好 这样的全部在一块调料 搅拌均匀 盐半袋再调 全部往里 对 全部往里 哦 它这个很有讲究的 它这个要往里 往里翻 往里翻起来 对 这个的这个刀片 对刀片的要求非常的 这个 它这个刀片 它是有角度的 对 刀片 这个完全是啥 全部搅飞掉 对 第一次成型 大家又省了这个 半的 半的重度 对 就做好了 这么想干了就是 对 对 对